哈囉 大家好 我是Selena 我要來獻寶囉 娃娃娃 娃娃娃娃 你想對我說什麼 我的寶 我的寶貝 想要對你說聲 I love you 說知Selena的大家一定都知道 她有一隻愛成Pinky 疼愛成度百分百 但Pinky近日的身體狀況 卻讓Selena一改開朗形象 直接哭哭饅頭 工作非常非常的滿足 然後唯一現在比較擔心的 其實也就是我的愛犬 對啊 Pinky 她最近老是不吃飯 讓這個媽媽很煩惱 言談間充滿各種不捨 而在13號的早上 15歲的高齡Pinky也被證實離世 Selena愛痛發文寫道 謝謝你給了我5699個幸福美好的日子 在今天上午8點21分 你離開了我 安靜的在溫暖的家 柔軟的在我懷裡 照片中可以看見Selena強忍難過 一頭親吻Pinky的臉頰作為告別 而不同日離別是經常使用的黑白色調 Selena拒絕放黑白照片 因為在她心裡 Pinky永遠是彩色的模樣 希望Pinky在另一邊也能過得好好喔 Pinky永遠是彩色的 Roll the drum 一生在海上的時候 十身搶手 標準一航目標 不會有機會太多 讓我在海上的時候 不會軟手 你就給我乖乖的痛 在我的手口 菲菲娛樂監理報導喔